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后来关治两江总督 军机大成 就这么一个大人物 您想得到吗 刚出道的时候 险些给朝廷啊处死 就因为他骂了一句 王八蛋滚出去 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啊 湖南巡抚是骆炳章 左宗棠呢 是他的幕僚 人称左师爷 骆炳章啊 相当欣赏左宗棠 有才 大小事情啊 干脆后来都交给左宗棠 左师爷处理 眼人间左宗棠成了湖南最高行政长官了 自我感觉很好 做事也雷厉风行 而且啊 左宗棠性格里 还有种得理不饶人的证 这给他惹了大麻烦 事情的起因呢 是一个叫樊谢的 此人是湖南永州镇总兵 呃 大概相当于今天这一军分区司令吧 这个樊谢啊 名声太抽了 这永州城里驻兵300人 其中有一半都给他弄到他的官署里啊 去当差 他家里啊 这个什么花匠 剃头匠 这个用人 水夫什么这些人 全由当兵的充任 当兵的给他当用人 这薪水呢 可都从这个军费里开支 他家里的什么绸缎 房屋装修 都从军费里边开销 尤其这樊谢啊 为人还特别暴虐成性 这些情况给反映上去 传到左宗棠耳朵里 左宗棠拨然大怒啊 那他就眼里不揉沙子呀 禀告洛炳章之后 就把这个樊谢给割了直 可他哪想得到 就因为这件事 简介给他惹来啊 杀身之祸 1859年4月的一天 樊谢来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他找到了湖南巡抚衙门 希望能对自己被革职一事 给个说法 他先就找洛宾章 洛宾章就是说 那你直接去做事业那里去就行了 跟他说 这种事业只是 雄抚衙门里面的一个魔力 他争斗他人是 楼营的高级军国 我怎么能写 都是一个冰霸的 这个是当时的感受 体制相关的事情 反映还是很不公平静的 就跑去找博农堂 一进去做行李啊 问贺吧 博农堂坐在椅子上 根本就没理他 反正把这个寒暄话讲完了 看他没理他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催他一下 哎 你看我这事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跪下呀 讲了半天 反正一听 怎么这么回事 他说 我也是 怎么也是一个 堂堂这个二品五官 你一个师爷 我凭什么向你跪啊 结果我出事专家就跑 王八蛋 奔起去 据说 当时左师爷哼的一下就起来了 不顾自己47岁的年纪 奋力去踢凡县 当然 他没有踢着这位前任总兵 事情闹大了 凡县离开湖南巡抚衙门以后 找到了他的后台 胡广总督官文 官文向朝廷报告了左宗棠的恶劣行径 说左宗棠是故意陷害凡县 这个案子告到北京 那个皇帝那边就渗示下来 就给官文 这是一道密 说这个左宗棠如果是灭目把持 这个事情属实的话 可以把他就地政法 朝廷下达了就地政法的指示以后 左宗棠心急如焚 他找到了老朋友湖北巡抚胡林毅 他连续给胡林毅写了几封信 一是要了解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办 二是要想知道胡林毅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帮他 左宗棠的好友们分别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 展开对左宗棠的营救 在地方上由胡林毅出面 寻求官文的谅解和帮助 他最后是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他直接找上官文 他说我当时一向脾气不好 你也知道 我的就是跟他是朋友 亲戚 关系非常好 我求你办这个事情 没有别的理由 你就帮我办了就行了 这也就是因为他跟官文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就用一种这个 就直接用兄弟交情这种话就来跟他帮我 在中央这个层面上的运作也有一些有利条件 当时许多中央的高官非常欣赏像左宗棠这样地方上的人才 荀世贤贺的户部尚书素顺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过由于他的身份特殊 不方便亲自出面 首先这件 用我去的学会可以 但是我的 是这么找这个 找累的 你找累的 怎么晓得 刚到花生这个时间 我一个前 我就引起内外勾集的事情 我就必须要用人去做 马上吻起来就什么都好去 左宗棠的一位朋友郭松涛当时正在朝廷任职 不过因为郭松涛也是湖南人 所以他也不方便在皇帝面前被左宗棠辩护 最后郭松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叫潘祖英 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潘祖英去吧 因为第一 潘祖英他在那个 咸丰面前 还是能说上一些话的 第二 他在那个保举人才方面 还是保过很多人的 在他之前 而且那个 对于政治啊 政治上的各种措施 他也有所批评 他还属于阎官 在那里 潘祖英呢 当时在历经 英国亚厚的国旗 因为经常和国旗一起 也发现不少 因为那一度呢 正在发着发起 于是 于是 国旗那里 就他基本的一个 导致家里 就到家里呢 他就八二级 往祖上 一股 就是啊 今天呢 我不是跟 有老姓生气来的 婚礼又非常高兴 要交代交代的 就有个社情的办法 婚礼又弄好啊 那么有的那些 第二天 到 今天那个 要发个褶子 那褶子 我已经 为你代谢好了 但是 总是不给他看看 那我非要给你 你的非要给你 到了第二天 这年人一准咒到房间里 已经到快到八十个地方了 他就想 哎 做得开个社里 就用把这种咒诊看了 在开个社里 再把这种咒诊看 那是有点 到湖南去 就做到哪里 就做 在潘祖音 承给咸丰皇帝的 这篇奏折里 有一句话 后来传遍天下 那就是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而湖南 不可一日无左宗堂 咸丰皇帝 一时还难以做出决定 于是 他像平常一样 开始询问 朝廷主要大臣的意见 看 你看到以后 公务员 就会伸公立手术 那左宗堂跟人究竟这么严 于是就把 左宗堂在湖南地 真正情况 想 一做八干 至此 咸丰皇帝 决定不再追究凡线案 左宗堂得以大难不死 在这起颇具戏剧性的案件了解以后 案中的两位主角 左宗堂和樊县 开始截然 护身回忌 左宗堂在樊县案中 因祸不死 他被朝廷受一个四拼倾弦 奉命在曾国藩的军中消灭 而樊县仍然被遏止 背负着王八蛋滚出去的罢名 渡过的剧情 舍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家务农呢 按说曾国藩就比左宗棠大一岁 可人家曾国藩36岁上就当了副部级干部 左宗棠从小家里惨 很穷 他祖父那一辈 他勉强能够自给自足 可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 那就每况愈下 家里人口越来越多 可是日子越来越难过 碰到那个栽黄年间 那是吃糠饼 吃瓜菜 那很惨的 所以 左宗棠从小经常跑当铺 有一个传说 这左宗棠个长得很矮 去当铺 那柜台太高 他够不上 经常给那当铺里那老板伙计 就嘲笑他 所以左宗棠发达之后曾经下令限制当铺柜台的高度 后来 左宗棠啊 娶了老婆 你还甭说 他倒挺会找 他老婆家里呀 很有钱 等于找了个小富婆 在此同时 左家这个贫寒 越来越过不下去了 到最后父母双亡 姐姐也嫁出去了 长兄还夭折了 这十口人之家 就剩下两三个人了 怎么活呢 所以左宗棠啊 不得不住到了他老婆家 就当倒插门的女婿 他还挺有自尊心 在他老婆家说 我借一间西屋 我借这儿 我自开炉灶自开火 就这么着 在老婆家里 倒插门 一住住了13年 这对于自尊心 很强的左宗棠来说 那肯定是一种羞耻 左宗棠为人非常清高慈傲 这一点早在他的年轻时代 就先见着 他常常把自己的一座猪狗 认为天下没有几个人 可以超过他的菜干 但是后来 他的自信心 在科举考试面前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20岁考中举人以后 他连续三次参加进食为考 都名落孙山 在通往公民富贵的道路上 一无所获以后 左宗棠发誓要做一辈子农民 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乡上农人 1844年 他在这个叫做柳庄的地方住下来 每天穿行于农田之间 不过 他并不甘心 就这样度过余生 他在这里写下的名句 身无伴 心忧天下 就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 这样 民间就逐渐有一些流言产生 说的是 因为左宗棠郁郁不得志 所以就去投靠太平天国 这些流言从清朝传到了民国时期 一直到近些年来 有些学者还在考证这些流言的尊为 现在看来 当时人们是把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套在了左宗棠的身上 有一个乡乡籍的僧员姓黄 误以为太平军在长沙城下的那个藏筒 拿着那个银帮是清军的 就进去献策 说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 可以把这个太平军 把这个逆贼消灭掉 当时太平军在城下的应该是萧超会 萧超会就没有点出来说 我们是太平军 就让他说 让他说完了 最后才告诉他 你找错地方 我们是太平军 可能这个呢是 所谓左宗棠投机的一个蓝本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的时候 左宗棠带着全家 跟他的好朋友郭松涛一起 跑到深山里面躲了起来 左宗棠后来自己回忆说 有一年太平军打下香阴县城以后 据说还准备进山去捉拿他 而这时两任湖南巡抚都不断地邀请他出山 这样在1852年的时候 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担任幕僚 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岁了 左宗棠的出山是太晚了一样 不过幸运的是 他得到了湖南巡抚 骆炳章的完全信任 骆炳章自己说 有什么事情 比较重要的事情 你们直接去找纪高先生 他说行 那就行 他说不行 那就不行 找我没什么用 骆炳章有一天在那个办公室 跟人聊天呢 就趁在外面叫场放炮 那今天今天什么是火炮啊 以前那个写周折写好之后 往北京送奉祖前 要到那个交场里面 要点炮了 表示那个正中歧视 罗美男一清这边放炮了 哎怎么回事 我自己今天没有写什么折子 往上面报啊 小林就跟没见 这是中文世界的火车 因为那个硬性都放在左宗棠里 左宗棠把那个折摆完回来 罗美男赶紧问 那个折稿 是不是可以给我看一看 卧有一省最高权力的左师爷 现在有条件 来实现自己平生的远大理想 他大力整顿励志 一方面 他把政府的一些职权 交给了自己信得过的清廉人士 使那些腐败官员的权力被架空 另一方面 他强行清理官员队伍 在他任内 有二十多个州县官员被罢免 湘军集团有两个大的后方基地 一个是左宗棠经营的湖南 另一个是胡林义经营的湖北 在十多年的征战中 湘军正是凭借这两个牢靠的基地 才得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知识 最终战胜了他的强大对手 左宗棠 左师爷 在湖南辅佐骆炳章 成就大业 那湖北呢 胡林义啊 跟这个胡广总督 官文 关系搞得很好 所以啊 他就掌握了湖北的大权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啊 反倒是这个骆炳章和官文 都得到了朝廷的封赏 你像这官文啊 更是在这个封赏名单上 他排第一啊 比曾国藩还高啊 要不说他会做官 他就姓官 把他这名字反过来 他就叫文官 你说他会不会做官 当然人家后人也讨论 说这个骆炳章 官文 实际上 你们俩干了些什么实事呢 能有多大贡献呢 可是 也有人分析 这俩人 相当的高明 他高明就高明的 不仅呢 有这个用人之名 而且啊 还有自知之名 哎 知道我自个啊 在军事啊 在财政方面 这某些才能可能有缺陷 哎 但是呢 这一方面的能力啊 这个 左宗棠强 胡林毅强 所以这俩呢 就能够把权交给他们 自己反倒退居幕后 运用自己的权力 来支持左宗棠 支持 胡林毅 所以说 这个骆炳章 这个官文 这个文官 他们 才是真正会当大官的人呢 左宗棠强 在四十八岁那一年结束了他的幕僚生涯 作为一名乡军主帅带兵作战 他统领的部队叫做储军 是按照曾国藩的要求组建起来的 这支五千多人的部队 先是在江西和安徽旅建起来 扩充到两万多人以后 进军的武将 一八六四年三月 左宗棠的部队攻克的被太平军 占领两年多的浙江省府杭州 这一年的七月 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 被湘军攻陷 十一月 左宗棠奉命进入福建 剿灭了太平军的余部二十多万人 左宗棠的累累战功 使得各种官职和头衔 像流星雨一般落在了他的头上 浙江巡府 敏浙总督 太子少宝贤 一等伯爵 赏穿黄马褂 赏贷双眼花铃 这左宗棠 左大人的脾气 跟他的才能一样有名 心高气傲 性格直爽 得理不饶人 尤其是跟人家爱叫真儿 他一叫起真儿来 万六亲不认 湘军里头 有个重要人物 叫郭松涛 郭松涛跟左宗棠 不但俩人就是湖南的老乡 而且俩人还是亲家 特别是当年这个樊谢案 左宗棠杀身之祸的时候 是郭松涛最终出面 摆平这件事啊 你都可以说 郭松涛 他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这交情 但是呢 左宗棠 你知道怎么跟郭松涛较真儿 说在两个人的共同的老家 湖南湘音的这个文庙里 长出来了一株啊 灵芝 那个时候一年前 这个郭松涛啊 刚刚升官 鼠里广东巡抚 所以郭松涛的弟弟就给哥哥写信 说你看这个文庙长灵芝啊 这是咱们郭家的吉兆啊 这吉祥的这个兆头啊 结果左宗棠啊 听说了这封信的内容 他不干了 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呢 平定浙江全境 刚被赐了个一等伯爵 他想 这怎么是你们郭家的吉兆呢 你那个熟里广东巡抚 怎么能跟我这个 一等伯爵相比啊 他认为这灵芝啊 是他左家风爵的吉兆 你说甚至都不会说 争谁要这灵芝 他就专门写信 给郭松涛 要叫这个劲 说这灵芝 是我们左家的吉兆 不是你们郭家的吉兆 纯粹是要讨个说法 就为了这事 俩人大伤和气 左宗棠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 有很多一直流传到今天 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和曾国藩的故事 曾左两人很早就是朋友 可以说 正是因为曾国藩不断向朝廷大力推荐 才有了左宗棠在官场上的不断升迁 因此 左宗棠对曾国藩存有感激之心 但是 左宗棠对曾国藩也非常挑衅 常常直率地批评他 不留一点情面 这样 在两人几十年的交情中 就出现了三次曾左交恶的情况 两人第一次交恶 是曾国藩在长沙进港遭遇惨败的时候 当时曾国藩万念俱灰 企图以跳水自杀来获得解脱 左宗棠不但不能给他理解和安慰 反而尖刻地攻击他 这让曾国藩的心情更加难受 第二次曾左交恶 是曾国藩离开江西前线 回家奔丧的时候 当时左宗棠严厉地批评了曾国藩 说他把湘军丢下不管 是对国家不忠 你现在回来了 那我作为朋友 那我就直言相道 我就要替你这种做法 用的话很不对 但是祖宗棠这封信呢 就写了这些之后 还加了几句话 你还说 你离开这个江西之后 这个局势会应该会更好 你是表示谦虚 说你这个人无足轻重 其实啊 你还真就是无足轻重 你以为你离开那个地方 局势就会越来越快 我看不见得 你在那儿 就是表示你这个人 还是愿意为国家干点事 不是说你在那儿 真能干什么事 没有你 他们也照样行 所以你看 你这一次不但 这个事情没干好 你还会被我们耻笑 好在曾国藩把自身的涵养 修炼到很高水平了 所以他尽量不去跟左宗棠计较 两人才不至于翻脸 后来曾国藩主动去拜访了左宗棠 他们握手言和 不过这一段友情也只维持了七年 1864年7月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权的部队经过两年多的苦战 终于打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津 这时左宗棠又向曾国藩发难 功课天津以后 曾国藩就向北军就汇报 说洪秀全已经死掉了 然后右天王也死于这个乱军之中 但是隔几天 这不通常就来了一份咒证 就指出 曾国藩那个情报 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右天王根本没有死 天津还在某地 现在还有很多人跟着他 那么开心一来 今天就小字就临着了 跟你试着曾国藩 曾国藩心一切 曾国藩因为这个错了 如果人家要深深地追究他 那么他这个叫做谎暴军情 甚至更严厉一点 就叫做欺负 所以曾国藩死之后 曾国藩就彻底迴行了 所以这次的就和周永藩更加了 得乍一看 左宗堂这个人好像有点气量狭窄 甚至有点恩将仇报 可是也有人说 深究一下就会明白 左宗堂这种性格 其实是对事不对人 他是那种所谓叫耿戒之人 就是为了争是非 可以不顾情面 可以六亲不认 向曾国藩 左宗堂交恶 人所共知 两人虽然常年不来往 但后来 左宗堂出征西北的时候 曾国藩呢 还是极力支持他 让这个乡军统领刘松山的部下的部队 都交给左宗堂 左宗堂啊 对此也很感动 曾国藩去世的时候 周围人都在看 你左宗堂会有什么表现 结果左宗堂啊 送来一副晚联 这副晚联 让那些看热闹的人 大失所望 这晚联说什么 知人知名 谋国之中 自愧不如远辅 同心若金 功错若实 相其无负平生 就是说 讲知人善任的英明 为国家谋划的忠诚 我惭愧 我不如你曾相国呀 可是 在一心为功 一心为国方面 我们这个同心同德 像金子一样 而同时呢 我们又毫不客气 不留情面的 指出对方的错误 批评对方 希望我们呢 都能无负平生 本周大事业 到此告一段落 下周请您继续收看 湘军的后五集 下周一是第六集 彭玉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